一月頭開關後,澳門客康雲來 旅遊局長文耀說 在多種利好因素加持下 一月春節假期過後旅客量仍保持高位 二月平日房屋的旅客普遍超過4萬人次 Working day也是這樣 甚至有超過5萬人次的情況出現 週末客量非常好,有6至8萬人次 因此政府今年對日軍旅客的估計 會由4萬人次上調至5萬人次 本澳旅遊業界早前安排台灣考察團 來澳門考察 文耀說是復償的重要舉措 又說之後會陸續安排 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旅行社來澳門考察 而會鼓勵本澳業界參與新加坡 和泰國旅遊展銷售澳門旅遊產品 當局已重新建立著韓國和泰國代表處 將會邀請當地旅遊達人、網紅和主要旅行社 來澳門宣傳和考察 至於香港方面 他說今個月會安排香港的金鎖時會 以及香港專做日本人入境生意的旅行社 來澳門考察交流 而內地方面將會繼續開展大灣區巡迴路展 又說已經與內地相關單位合談 希望盡快啟動青島澳門州 爭取6月中舉行 並考慮之後在天津再舉辦 文言華說除此加強內地、香港推廣交流外 今個月將會加強對台灣和東南亞國家的推廣 目前仍處於審批流程 有條件今個月內便會推出優惠 大家都知道 2月澳門的賭收錄得103.24億 按年升三成 今年連續第二個月破百億 有學者說 2月其實只有28日 比1月少了3日 但日均賭收營友與1月差不多 相信今年13億賭收的預期目標 也會順利達成 不過建議若要加大海外客源市場 必須要儘快恢復疫情前航班數量 以及增設以往未開通的航線 令海外客增多從而帶動博彩收入 否則不理澳門開拓海外客源市場 以往沒有直飛的城市地區 例如印尼或柬埔寨 認為這些地區都可以進一步強化 與澳門之間的聯繫 所以千萬不要說了當做了 恢復航班的速度真的有點慢 以及開新航線方面也有跌慢 千萬不要說了當做了 否則如何開拓海外客源呢 早前有傳威尼斯人率先 爭設外國人的博彩專區 都不在傳 實際上網友都爆料 十幾個馬拉佬來到島 用私人飛機載他來 所以博企真的有私人飛機才能做到 如果沒有航線便很難來 聽說其餘多個場都已經密羅緊固 抹定張桌 籌備外國人的博彩專區 為求盡快推出穩真銀 所以政府和航空公司機場 都要先配合一下 好 這一集先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 掃片尾截圖而為馬 多謝你的支持